遇到車禍的旅行團是魅力之旅一個廣西五天團 共有21名團友 星期一晚乘坐旅遊巴由德天瀑布前往南寧途中 近隆安縣古潭鄉鎮而因天與關係突然失控番側 其中一名57歲的女乘客更被拋出車外 發生的時間在昨天大概8時的時間 古潭的地方發生了交通意外 情況是因為那時天雨比較大 司機的視線可能受阻 當時車身是反側 有20位傷者自行爬出車外 另一位傷者在意外途中跌出車外 吳逸村指傷者主要是上半身受傷 全部都無生命危險 並且已經轉到南寧市較先進的醫院治療 做檢查的時候 有些傷者開始陸陸陸續續 覺得腰間或者頸部有痛 我們就要求全部人做個檢查 今早上得出來的回復 有多名都是挫傷和骨折的情況出現 或者骨裂的情況出現 如果結果是可以顯示它可以出院的 或者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反港的 我們會盡快協助它們反港的 吳逸村強調今次出事的旅遊巴車齡只得兩年 旅遊巴公司都安排兩位資深司機 輪流駕駛不涉及疲勞駕駛 當時旅遊巴士的車齡是2010年10月份 大概是兩年多的車齡 而我們本身旅遊巴的司機 車長是有兩位的 其中一位的車長的年資旅遊巴是十年以上 另外一位的年資是七年以上 而車上高的所有的牌照、保險 和GPS系統的監控 全部車都有所有的裝備和證件 旅遊社已經調派職員陪同部分家屬到當地探望 並設立24小時的電話熱線 供商者家屬查詢 旅遊社又會將全數的團費退還給團友 香港風販電視記者王家林報導